大家好,昨天我们节目讲本事同根深,相间何太极 现在看来这个话好像说的有一点点偏颇 那我们说台湾或者说中华民国这个概念 其实在很多的名嘴嘴里是有一些问题的 首先我们频道一直主持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并不主持人战争 所以今天我们还特地选了一罐有百合的饮料 跟各位分享,也是想取一个合的意思 那再往下说 这两天台湾问题一定是整个网络华人世界的热点 那在这个热点当中 很多名主播在不同的平台,不同的频道用了很多词 我想是不合适的 我们先说第一个概念,那就是弹海中线 我们知道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弹海中线的概念 这既不是一个物理概念,也不是一个政治概念 从中国大陆和中华民国两边的角度来讲 这只是一个一中各表当中的连贯 有了一中各表,那么各自在偌大的中国的土地上 割据了一点土地,那墙内那个中国的墙延伸到了这个中线 而流亡去台湾岛的那个中华民国,他们以这个中线为边界 这是这样一个默契或者默认 OK,这个话题还算简单 下一个概念就更扯淡了 也就是所谓的入侵台湾领海 如果你现在还认为你是中华民国 那么你的地图自然是那个海棠叶 你的地图甚至于还包括了台豚金马 而不只是台湾本岛 甚至于太平岛 甚至于还有钓鱼岛 那在这么偌大的一个土地上 如果要说侵犯你的领海或者你的领土 那么共产党已经侵犯了你70多年了 自然这不存在所谓侵犯或者不侵犯的概念 这就是一场内战 内战到今天并没有结束 彼此之间也就不存在谁侵犯谁的领海或者领土领空 彼此之间是在同一片土地上 只是在为这个大义而征战 只是今天可能有99%是大陆的那个共产党所占领 那么流亡到台湾又引发出了这个张三党 那个李四党 你们只是在这个1%土地上固守 不存在说谁或者是能够抢得更多一点 你们只是在共同的为那个1%而分享 那还有一部分说中华民国早就是过去时了 我们就是台湾 我们是台湾国 我们要台湾独立 OK 如果你说你是台湾国 你说你是台湾独立 那么很搞笑 对不起 在中国这边看来 这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那你说你是台湾独立 那你就是侵犯 就是入侵这个国家 如果你是入侵这个国家 那么你的土地凭什么说是你的呢 这个当中就是一场国际战争 或者是国与国的战争 那么中国打击自己的国家被入侵 好像也是天经地义的 讲到这个地方 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概念 就是领海 领海既是一个国际法的概念 也是一个海洋法的概念 我们知道世界第一大强国 美国直到1999年 才所谓承认了领海 之前美国是没有领海概念的 那最早提到领海概念 大概是荷兰过的英国 他们认为 就是大炮可以打到的距离 就是自己对这个海洋的控制 那在这个之后 国际法上又有领海 又有专属经济区 比联区 然后很多的乱七八糟的 这种概念 事实上这些概念之间 到今天为止 也没有完全很好的统一 所以很多领海国家之间 事实上存在海洋的纷争 我们知道国际海洋法公约 和国际海洋法庭 都是在荷兰海洋 之所以的海洋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 荷兰是世界上最强的海上国家 那么在这么一个状态下的时候 我们来讨论领海 我想至少对现在的台湾 或者现在的中华民国 都是有一点尴尬的 那么如果是中美之间 来讨论这些领海呢 这里面有几个概念 一个是领海基线的奇算点 那大陆自然是没有问题 那么岛和礁怎么样去分别 然后高潮线和低潮线 怎么样分别 淡水的出海口 怎么样分别 这些就都很有意思了 甚至于有些地方 会有36海里所谓的控制区 因为它的领海的淡水的 这个渗透的区域 最多可以化到24海里 24海里以后再有一个 12海里的一个领海的概念 实际上它所覆盖的水域面积 差不多就离海岸线有 32 36海里 那么这些问题说穿了 还是几百年前的句话 在大炮打得到的范围内 就是你的领海 我们看1996年的台海危机 中共国那边是完全沉默的 为什么沉默 说白了美国第七舰队 派了很多支的航母过来 所以没法说 如果说那是第五次台海危机 我们知道从1950年 1955年开始 前四次台海危机 都是在岛国那边的国民党政府 当然现在是民进党的统治 是他们在朝中国大陆 在所谓的侵犯 那那个时候中国大陆 也没有跟你讲什么领海啊 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 说白了大家就是在争土地 那96年那次是一个反转 但大家都还守着 这个所谓的台海中线 那25年又过去了 直到这一次 那么中国大陆说 我的实力比你更强了 这个大概就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 或者就是在以邓小平为首的那一代人 逃攻养会之后 所以今天中国大陆有资格说 我可以把我的所谓进攻区域 划到你高雄港 基隆港的门口 甚至于昨天就有270多架次的 中国大陆的军机 在台湾周围 不一定是在台湾的本岛 我们注意这个措辞啊 不一定是台湾的本岛 但可能是在澎湖 金门 马祖 太平岛 等等这一些 呃 巡视 我看美国人的航空母舰 也是跑得远远的 日本人也乖乖的闭嘴了 讲白了 还是实力的问题 当然我们内心是完全不主张打仗的 那还有一种说法 说我们是中华民国 括号台湾 呃 这就很有意思了 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 偏爱一语的小朝廷 从那个一关难度开始 我们是中华民国 我们频道前两天还说过南渡北归 那个镜渡到了中镜 到了建坑 然后自然是被消灭了 在以后 不管是小南唐 还是南宋 甚至于南明小朝廷 呃 哪一个都逃不了 在偏爱一语当中 被消灭的惨状 我们知道 呃 在这种小朝廷 它首先控制的土地面积有限 它的经济就有限 久而久之 它一定是被新生的政权所扼杀 无论是它扼杀的时间早晚 也许十年 也许三十年 甚至于一百年 但是这些小朝廷 无一幸免 都是被扼杀的 那我想从1948年 陈陈去台湾岛 1949年 老奖亲自逃到了台湾岛 一晃七十多年下来 这个小朝廷时间 应该也不会太长了 呃 首先我们频道一贯以来 不主张战争 其次我们对墙内中国 那个小学毕业的博士 也没有什么好感 但是从台湾那些名嘴 台湾那些up主的角度 我想很多真的是 做的有点点水平差 你口口声声说 台湾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就说台湾独立嘛 你看你说台湾独立 你会不会被打死 那如果你说你是中华民国 你是偏于居易语的小朝廷 那你又何谈什么领海 所以台湾领海本身 就是最大的笑话 世界上根本没有台湾领海 这么一个说法 我知道我们频道连坐两期 关于台海问题的节目 掉了很多粉 但是还是有必要跟镜头前的你想清楚 什么是所谓台海中线 什么是台湾领海 事实上世界上本就没有台湾领海 这里是星体之道 我们与您一起闻道 谢谢再见